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Danny你好 周朗好 最近是不是第四个quarter seasonal来讲是正常化 就是房子在买卖之间有一点coed down 对还是蛮明显的 以前我们看到任何价位出来 很容易就走掉 那现在有的时候会看到有些price price有减价 那是不是他要的太多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方面 因为前一阵的房市那么好 它的开价就是一个高过一个 一个高过一个 那个confidence有点over了 另外一个就是从季节来讲 什么过了嘛 市场慢慢进入 相对来讲进入一个coed season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market的市场的震荡 尤其像9月份10月份这种股市的震荡 对silicon valley其实房价 以前我记得我有讲过 这个是息息相关的 那很多客人讲比方说 如果说federal涨息的话 那对silicon valley的房价 会不会有影响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short turn的影响 但是绝对不会是一个 dramatically的那种drop 不可能 那为什么我觉得 你觉得这不可能现象会维持五年 未来的五年吗 到2020年吗 我觉得这个是depends 这也都是dynamic的 因为涨息以后 看它对大企业的 就是我刚才讲的 那个盈利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如果说今天对这些大公司 都没有影响的话 silicon valley还是能够维持 有那么多人 每天在拥挤的海外上面的话 还有你看这里的那个 资金租金都是高起不下的话 那说明这个demand是非常非常强的 我不觉得这里的市场 房地产市场会有drop 但是从现在的新屋的新建 这个permit的领取 还有开工率 也看得出来现在的房子 已经趋向是80后的人买房子 first time home buyer 都是没有什么lot 然后根本single family 等于是很难找 然后大家也很喜欢这种 multiple units的一栋一栋的房子 那附近都要有什么咖啡馆 internet 健身房 organic的grocery store 餐馆等等 那这一批人进来了 他们这个affordability 到底不是像年纪比较长的人 有那么多cash equity可以换屋 所以针对这一批人来讲 他们的贷款能力应该蛮强的 这个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贷款的topic for purchase来讲 现在很多客人其实做贷款 不是说为了降低利息来做贷款 目的性是很强的 一个就是purchase 还有一个就是cash cash它钱套出来以后 因为房子房价高了 它有一些equity 拿出钱以后 做依着做别的投资 或者房子要remodel或者要upgrade 那还有一些就是说 whatever就是零零种种的 就是它不会是存的 就像前几年为了利息而来做这个贷款 那最大的一部分purchase 就是新生贷的 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孩子 那尤其是华人的父母 他们希望小孩就是早一点 有一个real estate property 那尤其在silicon valley 我觉得越早买的话 可能孩子将来得益比较多 那从那些年纪轻的那些buyer来讲 他主要是有几个问题 一个就是credit line的问题 刚刚毕业的小孩 他可能credit没有多少个 那从银行来讲 minimum minimum 三个credit line 三个 就是有三张信用卡 对三个credit line里面 至少有一张要over24个月的history 那还有两张他没有就是specific 一定要多少时间 所以给小孩早一点build up 他的credit history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还有两张你可以就是 比方说你在买房之前 你快点去申请或者怎么样 但是千万不要我现在要买房子了 然后credit信用分一拉拉出来 你才只有一个credit卡 或者这个history很短 那第二个就是说 work history到底有多长 那我们一般来讲做工业要有两年的work history 那对那些新毕业的学生来讲 他只要有一个月的pay step 再加上他的那个diproma 就是学校读书的证明就可以 是毕业证书 yeah 还有第三个主要就是dumpayment 很多现在小孩 因为现在房价高 dumpayment都是父母来资助的 那从depends你的long amount 一般来讲conforming loan 或者high balanceconforming loan 你百分之百的dumpayment 都可以从父母这里过来 那in case你的房价比较高 你今天要用到 什么叫做比较高 要用到一个比方说 jumbo loan的那个program的话 就是62万5以上的long amount 你就不能够用 就是完全是父母给你的 你自己要有percentage wise 就是你里面要有 至少百分之五的dumpayment 要是你自己 可是你这个要有一点自己的钱 这个钱也可以由父母给你 只要在里面久一点 就可以satisfy 两到三个月以后 就等于是自己的钱一样了 那就是说你要早做准备 任何一个年轻的buyer 因为他没有以前 他不像他们的父母refund 一次一次做了很多 long ageing对他们都很熟悉 那他们因为是第一次涉及到 要去贷款的话 那要早做准备 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的qualification 大多数这里的年轻人 尤其是从事high tech的那些年轻人 他们的income就是good enough 就是enough去qualify一个 我觉得一个五六十万的long 并且做贷款的人最喜欢碰到这种年轻人 很clear 简单 很clear 说不定几小时就已经说这个是ok了 或者是他的condition应该在哪里 是 但是有些不是说每一个buyer都是做那种 get high pay的 有一些可能income比较低一些的话 那他可能要父母跟他来cosign了 那这个long就是要有父母的介入才能够去qualify这个long 那这个就是所以你还是要早做准备 那这个就是说年轻的buyer新生一代 他们在做purchase的时候 你这几点要首先考虑 这些年轻的孩子他们找他们的realtor 你觉得他们的resource是什么 是他爸妈妈介绍给他的呢 很多是爸爸妈妈 那有比方说我有些客人 哦 儿子女儿要买房子了 Danny 你跟他做一个pray 所以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你们的孩子如果要买房子 贷款的部分还有房地产的部分 请来联络Danny Wu 他的电话是408-802-7296 408-802-7296 我们又要进一段工商资讯了 回来以后再进一步探讨一些个案 就是碰到的一些问题 如果大家能够避免这些贷款方面 就可以做得刚刚好 恰到好处 又可以得到自己喜欢的贷款 而还有这些rate也不会高 所以继续收看 我们现在进一段工商资讯 马上回来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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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